最近很多人都在问我 兄弟 你是不是傻 望着豪宅不住 豪宅不开 跑去山上吃素 自己只是一笑而过 其实真正下等捷径上山 是来自七年的身体检查报告 2021年5月份 自己腹痛难受 秋季医院检查 迷滥腥胃炎 肠坏两个甲 肠坏属于癌症病变的一种表现 当时医生开了一大堆药 叫两个月还闭起来复查一次 当时不相信 怎么可能嘛 肯定检查错了 第二天就换了一间医院检查 结果还是一样 确定结果那刻 心情瞬间崩溃 带着恐惧离落的心情 拿着病例就上山找师父去了 这次呢 师父跟我聊了很多 记得印象最深的是 生是偶然 死为必然 我们不能选择生 但我们可以选择死 一是枯竭而弃 二是认知而归 是你该做选择的时候了 在师父的带领下 每天坚持练功 而这次 师父提前带我 逼过了十四天 加上之前师父教的一些 道家养生功法 腹部的疼痛 慢慢就有了好转 自己也断断续续的练功 将近一年 在今年五月份去复查 报告结果出来后 连医生都很诧异 之前的病变 全部消失了 当时特别的激动 开心得像小孩一样 第一时间 就想拿着结果 上上去找师父 师父看了结果后 很平淡 什么也没说 好像都在他意料中似的 师父说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用你的经历 去影响身边 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同时 师父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 人生最大的价值 不是自己拥有了多少 还是奉献了多少 你该做点有益 有价值的事 这次 我师父完全明白 师父在说什么 自己毫不犹豫地 答应了师父 跟师父说 师父 我想好了 回去把工资解散后 就上山 当然 决定上山 确实是自己的身体原因 还有就是 今年三个月份 我一个要好的朋友 说身体不适 记忆院检查 结果一个月不到 人就走了 这件事对我的出动 确实很大 突然感觉 生命有时候真的很脆 现在 终于明白 师父一直在讲的 这些中华养生 确实很重要 自己也从中受益 当然 我也希望 能把这些养生文化 传播出去 帮助更多的人 人生 最重要的 并不是财富 而是身心的健康 珍惜当下 人生不易 道德经有缘绵 民旅生俗情 生命祸俗多 德与亡俗病 胜爱必大费 多长必厚亡 故知足不辱 知子不代 可以长久